小鼠,我又来了,你看过这样霸气的狗窝吗? 不仅有各种恐龙化石,还有精美的石雕,再加上小桥流水的景色,真是太美妙了。 一个刚和妻子吵完架的小伙子独自来到野外,砍了两捆木材。 他将木材插入泥土中,然后侧面架上几根横梁,并用麻绳牢固地绑定在一起。 然后,他用一些细长的藤条弯曲成23.5度的角度,并用针线将它们缝制的牢固结实。 没过多久,一个恐龙的雏形就完成了。 然后,他再插入几根木材到泥土中,并用竹条弯曲成恐龙的上半身。 看这么长的脖子,我猜可能是一只长颈龙。 片刻之后,小伙巧手打造出了长颈龙的轮廓,并在其框架上涂抹了一些混泥土。 小伙工作越来越有干净,仿佛不知疲倦。 不久之后,长颈龙已经被涂上了漆,五官被老火精心雕刻,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抛光和打磨。 在这一步,长颈龙算是正式建成了,真不得不佩服小伙决心与记忆的结合。 独特的针线记忆,仅仅用了83天的时间,他展示出了一个精致的鞦韆。 工作了这么久,小伙也感到有些疲倦,于是舒服地躺在鞦韆上小气了一会儿。 早晨醒来后,小伙用牛奶截面,然后赶忙去树林砍了两捆木材。 他将一端削尖,用打狗棒插入土壤中,然后搭上几根横梁,将竹条弯成45度的角度。 很快,两个鹰嘴龙就娴熟完成了制作。 小伙随后用剩下的混泥土涂抹在鹰嘴龙的身体上,将尾部设计成楼梯样式,五官形象生动。 不久,这两个鹰嘴龙就算是完工了,接下来是石雕的制作。 小伙先用藤条和木棍围成一堵墙,随后用混泥土来粉刷墙壁,同时插上一根竹筒。 他一边粉刷墙壁,一边手工雕刻壁画。 小伙的记忆可真不错,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小卤版。 然后,将一些石块堆叠成一个人工的假衫,并使用石灰式制作燃料,将燃料均匀地涂抹在石雕上。 接着,小伙单膝跪地,运用家传的洛阳铲刨出一个巨大的土坑,多余的泥土被小伙伴丢出去。 随后,小伙还在鹰嘴龙头下堆砌了更多石头,并插上一根竹管。 接下来是水池的粉刷工作,不到一炷香的时间,水池的粉刷工作就完成了。 小伙还采集了几株野花,在石雕上进行装饰,仿佛置身于室外桃源。 得知羊毛草皮价格昂贵,小伙只能使用牛毛草皮。 短时间内,狗窝的草皮被铺设完成,此时的狗窝就像是一个与长州恐龙园规模相媲美的恐龙世界。 年轻人用尿壶将两吨茅台倒入了石雕中,石雕上的水很快就将水池注满了。 随后,他又拿来了他收藏了两年的燕窝,喂给了狗们。 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下,狗们的食欲比平时大了好几倍。 最后,年轻人偷偷放了几条刘寡妇家的娃娃鱼到水池中,这时狗窝终于完工了。 看着狗们兴奋的表情,年轻人心头也不禁一阵喜悦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朋友们觉得这样的狗窝怎么样呢? 不妨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自己的意见。 如果喜欢的话,请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,关注一下吧。 下期视频